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OK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间Mall 这一间Mall是对我来讲是很有怀念的价值 因为我以前是在这边打工的 然后我们今天来这边是打算唱一下K的这样子 因为太闷太... 因为关在家真的是有点无聊啊 所以就是打算出来唱一个小时的KTV这样子 整个Mall已经关了 全部人在家睡觉了 空空无人 空无一人 所以我们就来小唱一下咯 因为真的是很久没有唱歌了 太久太久 然后昨天从酒店checkout过后就没有拍到什么画面 因为我的相机没有电了 所以就直接到晚上 因为酒店checkout是昨天的事情 昨天下午checkout 然后昨天的晚上checkout之后就没有...就没有像... 相机就没有电了 所以checkout之后画面我就没有拍到 然后今天早上一阵天都是在家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做 然后就刚刚吃了晚餐过后 就直接到现在来唱K了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好记录啦 你不要吵啦小姐 到了要进去了 你不要吵 快点 快点走进去了 走走走 OK我们现在进到KTV里面 然后要遵守SOB 每个人时间的距离要有1m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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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1m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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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在几天前我收到了 爱奇艺青春有你山节目组的邀请 他们邀请我来看看 听听青春有你山的主题曲 老实说我自己本身是没有看这档节目啦 主要是因为我近期都好忙 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去看节目 但是今天终于有一个理由可以来看看这一档节目啦 好啦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季青春有你山的主题曲 首先是一刹舞蹈版 哇 首先 单单第一幕 就已经是很有那个吸引力了 我是一个不懂舞蹈的人 所以我是 看不出他这个舞蹈 怎样怎样啦 但是我们都是以一个平常的观众心态去欣赏这一支舞蹈 OK首先 这一首主题曲 已经听得出那个曲风是很 很阳光啊 很活力啊 很正能量 所以也很符合 很符合这一档节目的风格啦 跳完了 暂时是跳到这一边 然后我听讲 Lisa在跳这一段舞的时候 她有那种雷兔的感觉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哇 你们有看到她那个表情吗 直接是 撑住了 然后 那种感觉 所以 从这个细节上看得出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专业 所以她刚刚表达就是难度在于 呃 就是看上去简单啊 可是我们 她们要把它呈现到很有那个力度啊 很有那个活力 很有那个感觉在里面 这个是她觉得很难的一个部分 可是 她也呈现到很完美啊 她呈现到很完美啊 她们是 就是 在练舞的时候 练到脚抽筋 要做练习生 真的是不简单 然后我还听节目主说 这一季的 青春有你三 有我们马来西亚的选手 她叫刘 刘俊 所以我们这 我们也来看看 她的那个 主题曲的舞蹈 因为马来西亚人 一定要支持一下 我们马来西亚人嘛 对不对 哇 原来我们马来西亚 还有这种类型的帅哥 驱惊到我 对 这就是刚刚Lisa所讲的 看似很简单的舞蹈 可是 像她这样子 要把它呈现到 很有那个 干净利落的那个感觉 老实讲 这首歌真的是蛮洗脑的 蛮活力阳光 哇 他那个 好啦 今天大概就 reaction reaction到这里啦 然后也感谢爱奇艺 青春有你三的 节目组的邀请 其实我相信 有很多观众都不知道 爱奇艺其实有 过几款的啦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 然后跑去看中国版的 然后是看不到的 国际版的网页网址是 这个 CleanIQ.com 如果要导入APP的话呢 在Play Store 或者是iOS Store 都可以导入到这个APP 只需要搜爱奇艺 就会有啦 不管是大陆剧啊 韩剧啊 或者是动漫 都任你看 喜欢青春有你的观众 也可以到 iq.com 给你喜欢的训练生 投票助力 如果有开通会员的话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 投票机会 Cellcoxplex 看视频更流畅 真正无限量 唯有小孔 今天是新的一天 然后我们现在 出发着去 Honda的那个 showroom那边 因为Cherry她刚刚 她不是刚刚啦 就是她前几天 接到了一个 Honda公司的一个 夜配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去她的showroom那边 呃 我今天的任务 我今天的身份 是一个Cherry的摄影师 所以我今天就要去那边 帮Cherry拍Honda的夜配照 所以 现在是前往着的路途中 还有七分钟就到了 然后 Cherry已经 精心八半 没有没有精心八半 然后后面也带着了一大包衣服 还有一些相机的器材之类的 所以等一下去到那边之后呢 我就会 直接一连串的帮Cherry拍 我们今天要拍两个场景 一个是室内 showroom的 然后还要 第二个场景就是 要把她的车 加去室外那边 然后拍一个 拍一个室外的shot 就是 要拍几张照片 for一个系列的posting 这样子 很stress啦 因为 她对照片要求很高 所以 我只能 我只能讲 I try my best OK 我们到Honda的showroom了 它是一整栋建议的 蛮大间一下 所以我不懂我有没有那个 空档的时间 我先等下记录了一些画面给你们看啊 我会尽量拍一些画面给你们看 因为我等下主要是要帮Cherry拍照嘛 所以 我专心工作 或者是换我 OK 我parking先 所以等下我再继续拍啦 我们现在进到来 Honda的showroom里面 然后这个就像它里面的样子啦 蛮大间的 很大间 然后后面 后面那边是 应该是维修的 OK 我们现在开始拍着 第一辆车款的 那个photoshoot 然后 然后 我们在这个露天的天台上面 这边 幸好今天的太阳不是很猛烈 不然我真的会热死 我们现在拍的是这辆 Honda BRV 气轮车 所以 哈哈 我现在只想祈求太阳公公 太阳公公 请仁慈一点 OK 对小弟仁慈一点 暂时不要出来先 OK 现在我们结束了 第一个场景的拍摄 第一个场景 我们用了差不多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左右 现在是 四点半 然后他们 他们开到五点半 他们就要关掉 所以现在第二个场景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现在Cherry他就要换他第二套的衣服 来 换 换 OK OK 所以我们就第二个场景见了 OK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场景 然后也已经拍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这个太阳公公开始没有眷顾我这个小弟了 我已经差不多中暑死掉了 你讲啊 我容易吗 我容易吗 给你们看看这个猛烈的太阳 看到这个太阳吗 哇 这个就是 All New City Honda All New City 然后我们在这个空旷的这一条路上面这边进行拍摄 非常非常热 很热 我一定要跟Cherry讨一点 讨一点费用 这样子不能 Cherry好 你要讨一点点 太阳公公虽然没有眷顾我们 可是这个风婆婆 风婆婆 还是有在眷顾我们两个 就是给我们一点风 然后你们在听声音 应该也会听到 这样的声音 至少 至少不是最惨 OK 我们现在 拍完了两个场景 然后 现在我们要 扎耶 翻到K了 然后我们已经拍到他们都关店了 全部下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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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刚刚我们就已经 结束了那个拍摄 然后 这个上帖也算是很眷顾我们的啦 因为我们拍完过后 它就开始阴天 然后开始下一点点小雨 但是 幸好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工作做完了 然后现在 我就在了后面两条毛雷 毛雷 OK 我们现在是前往这区一个英文的绘画 英文绘画班 因为我 因为我们 我Cherry还有小明 我们三个人想要去精修一下我们的 英文绘画的那个 这方面的技巧啦 因为我跟小明还有Cherry 我们三个人其实算是 会看英文字也会念英文字也会读 可是在绘画方面就是 讲跟听这方面就有一点比较差 所以我们想要 在这一方面去加强一下 然后我们先去这那个英文绘画班那边 这一趟去是 去测试我们的英文的那个水准 因为它想要先过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英文水准 是到什么level 然后它就可以安排 什么样的课程给我们 所以现在就去这那边 去了解一下咯 现在这个时间点 非常塞车 很塞车啦 因为现在已经是 7点了 ok可以走了 let's go yes我们到了就是这一间 自信而流利底 说英语英文课程 我很紧张 来念自信的 我很紧张 很紧张 我没有自信我很紧张 我有自信我幸好 所以我要 我跟你讲我有自信 我只是缺流利吧 你是缺什么自信跟流利 应该是这样 全部所以在这里学了 ok走 走走走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拿的一些 不懂是什么啊 不懂是什么来的 好笑耶 我也是有一个 MARIO NEXT好笑喔 现在我们要填这个表格 表格表格 填表格 谢谢 这边有很多照片 是他们之前的学生 应该是 然后他的环境大概是这边 这样子 然后有很多 啊这个是office喔 office喔 然后他们这边不只是学英文 还有英文 英文 日本 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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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越南 很多语言都有教 ok现在他给我们这些 考题 前面后面两面 然后我们就把答案 对应的答案写在这一边 感觉好像回到以前学校的日子 那种考试的日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分分分分分 他的考题其实 算是很很很很 很基本啊 可是 也是 不会太容易 也是有点难度的 可是他的考题 算是那种 grammal啊 然后很基本的那种东西 present tense啊 passt tense ok 我们现在 做完了一个测试了 ok 我们的那个 英文的水平 是在中等 因为他总共有5个level 一二三四五 它有五个level 最高那个是advanced的 我们现在的level是在第三 所以如果我们要来上课的话 我们就要从第三个level那边开始进修 学完第三了就上第四 然后上第五 第五是已经是很强很强的level了啦 所以我们就先商量一下 然后再看有没有过来这边上英文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